这logo是中国大陆火锅龙头海底捞 但这包却是著名的猪肚鸡汤底的粉料包 有消费者发文称 在海底捞吃猪肚鸡火锅 觉得口味淡 请服务生加锅底 结果服务生拿粉料包添加 原来知名火锅竟是用粉泡的 底料是装满的底料的 然后这个的话 它里面的那个配料 它是猪肚跟鸡块 这边是单独熬的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国家食品认证的 海底捞的猪肚鸡汤 在北京售价94人民币 约415台币 被誉为暖冬暖胃首选 但原来你以为喝的是养胜鸡汤 其实是满满的添加剂粉汤 因为它比较大 就是为了方便那个操作的话 我们可能就大费量的生产 然后那个添加的话 肯定有相关的配料 它都在后面有写嘛 有相关的一个法规 你都是要严格按照法规定 添加的 那产品也是经过检测合格 才可以进行销售和使用的 火锅底料工艺商说实话 用粉泡是方便大量生产 但是海底捞争议变多 经营也有盈转亏 根据财报 今年上半年净亏损将近3亿人民币 超过12亿台币 而另一家台商起家的小布纱布 同样上半年净亏损超过12亿台币 都是因为疫情 封控措施连累 中国大陆火锅双雄 风光不在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